欢迎回到UDN TV 金马五一 我们要继续请问文老师的事 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 现在想要问的是 究竟举办金马奖 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心算 因为我们知道说 金马奖每一届都 开出非常漂亮的明星阵容 然后非常豪华的 然后又有趣精彩的节目 对 可是在幕后 站在一个幕后工作者 光鲜亮丽的背后 对 有没有一些什么 不为人知的一些心酸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说我们在邀请颁奖人 再去规划跟设计表演节目 它一定会有一些难度的 比方说颁什么奖跟谁颁 然后要怎么帮他们 规划跟设计 就是上台时候 要讲的这些内容等等 它确实是要花相当长的时间 去沟通 尤其是在邀请评审 这件事情上 其实请评审我们大概都 几乎都在一年前 就已经默默进行 这样 那就像李安导演 来当评审团主席的时候 在开决审会议的前一个晚上 他召集大家 跟大家讲他的一些期望 不是说选谁 而他觉得希望是怎么开会的 以及他认为每一个评审都要说出自己的意见 针对每一项 压力之大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有人拍到那个评审主席要跳什么 抒压或干嘛这样 我发觉几乎每一位都有不同的方法 但是那个认真度是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当然我们也很贴心 比方说像李安导演回来当评审的时候 我们每天准备什么面线 卤味或是一些小吃 他好兴奋 每次一看完片就会问说 那今天的美食是什么 难怪要准备跳 所以我们会尽量的 就让大家在比较 又严谨但比较轻松的情况下看片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讨论 他们就会开始讨论 所以有些时候让大家觉得 哇怎么会是这部片子得奖 或这个人得奖 其实我们在听他们讨论的时候 大概就会感觉得到 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在聚焦了 开始在分享彼此看电影的一个感觉 他不太可能是到开决审会议的那一天 他们才第一次去谈 不可能的 所以确实是会有 在过程里面不断地在去讨论 他们对今年电影的一些想法 那种感觉 所以我去年也讲了 就是说当我看到评审们 看完那个新加坡的电影 爸妈不在家 走出那个戏院 走出那个四片间的那个眼神 我大概可以猜到一些 不是猜到他得奖 而是很清楚地知道 他一定是黑马 因为那种看到那种 就是意想不到的 好电影的那种兴奋 你不要说是评审了 一般观众看出来也会 哇好高兴我今天看了一部 好棒好棒的那种电影 那能够让这些身经百战的评审 露出这种表情的电影 那一定是很厉害的作品了 那金马奖呢毫无疑问是 华人电影界的最大盛事 那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 也很荣幸 请来金马奖执行委员文天祥老师 跟我们分享金马奖的目前 幕后这么多的金马奖秘星 还有我们剖析的这个 两岸三地的电影界的现况 那我们也提醒观众朋友 礼拜六晚上呢 金马奖就要颁奖了 那到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 是谁 获得今年华人电影圈的最高荣耀 我们也再次谢谢文老师 谢谢文老师 谢谢文老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